天文学里有一个名词叫超星星爆炸 指的是恒星演化中一种剧烈的爆炸现象 它不仅是壮观的奇观 也是承载着宇宙演化的关键信息 近日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捕捉到了超星星爆炸中的激波突破信号 为揭示恒星晚期演化与死亡之谜 提供了新的关键线索 这一成果日前在国际期刊 《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 研究团队所观测的这颗超星星 名为SN2024GGI 它位于距离地球2000万光年的星系 超星星爆炸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天体事件 通常发生在恒星生命周期的末期 超星星爆炸会释放巨大的能量 亮度在短时间内 甚至能超过整个星系的亮度 激波突破则是超星星爆炸后 最早期的电磁辐射事件 它能揭示恒星死亡瞬间的极端物理过程 研究团队利用云南天文台 历江观测站的2.4米望远镜 以及欧洲南方天文台 意大利加利略国家天文台等地的先进天文望远镜 在超星星爆炸最初的几十个小时中 交替进行高频光谱监测 最终成功捕捉到激波突破信号 揭示了复杂的传播过程 据介绍 从宇宙初期就存在的恒星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点亮整个星系的绚丽来结束一生 大量的重元素由此产生 其中就包括了金元素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黄金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宇宙碎片 铁海中的元素这些东西 它只能通过超星星这些爆炸的方式才能产生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金啊 银啊这东西 其实都是超星星产生的 炸得比较散 抛射到宇宙中 然后再重新凝聚而成 一会儿 然后再重新击 一会儿 三会儿